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章 以法年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年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元孙,托乎的曾孙,以利虎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 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比尼娜,比尼娜有儿女,哈拿木有儿女。 借人每年从本城上到士罗,敬拜祭自曼君之耶罗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哈佛尼,非尼哈,当耶罗华的祭司。 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欲分给他的妻比尼娜和比尼娜所生的儿女。 吸哈拿的特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罗华不使哈拿生育。 比尼娜见耶罗华不使哈拿生育,就作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 每年上到耶罗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尼娜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一不吃饭。 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啊,你为何哭一不吃饭,心里受悶呢? 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他们在史罗汽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 祭司以利,在耶罗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 哈拿心里受苦,就痛痛哭一,祈祷耶罗华。 许愿说,万君知耶罗华啊,你若谁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似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罗华,不用剃头都剃他的头。 哈拿在耶罗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 原来哈拿心中蜜桃,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 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何时呢?你不应该喝酒。 哈拿回答说,主呀,不是这样,我是心里受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罗华面前倾心吐意。 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仇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 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会去,愿以色列的神尝准你向他所求的。 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梦恩,于是夫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大受用了。 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罗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家那和妻哈拿同房,耶罗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 日其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罗华那里扣来的。 以利家那和他全家都想撕落去,要向耶罗华显年祭,并还所许的愿。 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罗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 他丈夫以利家那说,就随你的意行罢,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罗华应验他的话。 于是夫人在家里与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士罗,到了耶罗华的殿, 又带了三只公牛,一衣发洗脸,一皮袋走,那是孩子还小。 再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你面前。 夫人说,主呀,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女赞着祈求耶罗华的那夫人,就是我。 我祈求唯要得这孩子,耶罗华以将我所求的赤给我了。 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罗华,使他终身归于耶罗华。 于是尽那里敬拜耶罗华,撒母耳记上。 第二章 哈那吐告说,我的心恩耶罗华快乐,我的觉恩耶罗华高举,我的口响受的张开,我恩耶罗华的救恩欢恩。 只有耶罗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盆石像我们的神。 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恩耶罗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 勇士的功都以截断,跌倒的人以力量触腰。 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口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虽微。 耶罗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 他使人贫穷,也使人负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 他从灰尘女抬举贫寒人,从分队中提拔穷佛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处子属于耶罗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 他必保护成民的特报,使恶人在黑暗中直言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性。 与耶罗华增敬的,必被打碎,耶罗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持于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国。 以利加纳王拉玛维加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以利的两个乙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 这以祭司代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反有人献祭,蒸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伯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网管里,或顶里,或虎里,或窝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饭上到是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 又在未消之游以前,祭司的伯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欲给祭司叫他敲罢,他不要主过的,要生的。 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消之游,然后你可以随意取欲,伯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 如此,这以少年人的嘴在耶和华面前甚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或作他们使人燕气级的耶和华献祭,那是撒母耳患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耳忽得,是立在耶和华面前。 他母亲每年为他作一件小爱婆,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 以你为以尼加纳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有这夫人再遷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 耶和华眷顾哈娜,他就怀人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漸漸长大。 以里面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代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自后的夫人九合。 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 我疑呀,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 人若得罪人,有事施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 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 孩子撒母耳漸漸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 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作劳伯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 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简选人作我的祭司,使他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忽得,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伙祭,都辞给你父家吗? 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踐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闻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非己呢? 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 决不让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 日子必到,我要截断你的宝贝,和你父家的宝贝,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 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 我必不宠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别,心中有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 你的两个儿子可忽来,非你家所遭遇的事,可作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 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高者面前。 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求拜他,求快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坟,好叫我得点饼吃。 撒母耳记上。 第三章 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小,不常有默示。 一日以利碎我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芬花,看不分明。 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若跪哪里,还活有色灭,撒母耳已经睡了。 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就是这类。 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就是这类,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怕,他走去睡了。 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就是这类,以利回答说,我的义,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怕。 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 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就是这类,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同子。 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迎去睡怕,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呀,请说,伯仁,经听,撒母耳就去迎睡在圆处。 耶和华又来赞将,像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呀,撒母耳呀,撒母耳会答说,请说,伯仁,经听。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挺见的人都必以明。 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仍然在以利身上。 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伐于他的家,因他知道而止做热,至朝就做,却不禁止他们。 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热,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熟去。 撒母耳随到天涼,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 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以撒母耳呀,撒母耳会答说,我就是这类。 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种种的公法与你。 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事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 撒母耳掌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 从但到别时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 耶和华又在世罗显然,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 撒母耳记上。 第四章 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是人打仗,安迎在以便也借,非利是人安迎在亚佛。 非利是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拜在非利是人面前,非利是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若有四千人。 百姓回到盈旅,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拜在非利是人面前呢? 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跪,从世罗抬到我们这女来,好在我们中间够我们脱离敌人的手。 于是百姓打法人到世罗,从那女将坐在伊基鲁伯上,万君之耶和华的约跪台来,以你的两个耳子可忽来,非利哈,与神的约跪同来。 耶和华的约跪到了形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 非利是人听见欢呼的声音,便说,在希伯来人形里大声欢呼,是甚么圆观呢? 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跪到了形中。 非利是人就具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形中,又说,我们有和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 我们有和了,谁能够我们脱离这些大能知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将极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 非利是人啊,你们要刚强,要作大丈夫,免得作希伯来人的劳伯,如同他们作你们的劳伯一样,你们要作大丈夫与他们争战。 非利是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拜了,各向各家奔徒,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三万。 神的药鬼被老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忽来,非利哈,也都被杀了。 当日有一个便雅敏人,从阵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是罗。 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药鬼心里担忧, 那人进成报信,合成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圈阳是什么缘管呢?那人急望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九十八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阵上来的,今日我从阵上讨回。 以利说,我而,事情怎样? 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是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忽来,非利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药鬼被老去。 他一提神的药鬼,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截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肿。以利就以色列的事施四十年。以利的以赴非利哈的妻怀人将到产期,他听见神的药鬼被老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烟疼痛, 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 他及牌子起名叫以家博,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药鬼被老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 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药鬼被老去了。 撒母耳记上 第五章 非利是人将神的药鬼从耳边以借抬到亚实达。非利是人将神的药鬼抬进大滚苗,放在大滚的旁边。 次日清早亚实达人起来,见大滚仆倒在耶和华的药鬼前,脸伏于的,就把大滚迎立在原处。 次日清早起来,见大滚仆倒在耶和华的药鬼前,脸伏于地,并且大滚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栏上截断,只剩下大滚的残体。 因此大滚的祭司,和一切尽亚实达大滚苗的人,都不达大滚苗的门栏,直到今日。 耶和华的手宠总加在亚实达人身上,摆坏他们,使他们生痴瘡,亚实达,和亚实达的四景,都是如此。 亚实达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药鬼不可留在我们这类,因为他的手宠总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滚的身上。 就打发人去请非利是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药鬼应当怎样行呢? 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药鬼混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药鬼混到哪里去。 混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痴瘡。 他们就把神的药鬼送到以格伦,神的药鬼到了,以格伦人就陷阳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药鬼混到我们这类,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 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是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药鬼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 愿内神的手宠总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恩经方而死的。 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痴瘡,合成呼号,声音上达于天,撒母耳记上。 第六章 耶和华的药鬼在非利是人之地七个月。 非利是人将祭司和占卜的罪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药鬼应当怎样行? 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药鬼送回原处。 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药鬼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传遇,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 非利是人说,应当用什么献赔罪的礼物呢? 他们回答说,当照非利是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字仓,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 所以当制造你们折瘡的象,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象,并要归荣耀吸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舌。 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 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其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 现在你们应当做一两身车,将两只未曾抚握有鱼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毒回家去离开母牛。 把耶和华的药柜放在车上,将所献陪罪的金物装在盒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 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百事物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 非利是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鱼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毒关在家里。 把耶和华的药柜,和装金老鼠并金字仓像的盒子都放在车上。 牛直行大道往百事物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 非利是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百事物的境界。 百事物人正在平原收割墨子,举目看见药柜,走欢起了。 车到了百事物人约书雅的田间,走斩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盆石,他们把车砍了,将两只母牛献级的耶和华为凡制。 尼美人将耶和华的药柜,和装金物的盒子拿下来放在大盆石上,当日百事物人将凡制和平安制献级耶和华。 非利是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会以格伦去聊。 非利是人献级耶和华作陪罪的金字仓像,就是这些,一个是维亚实特,一个是维加萨,一个是维亚实基伦,一个是维亚实基伦,一个是维加特,一个是维以格伦。 金老鼠的数目,是赵非利是五个首领的成一,就是坚固的成一和乡村,以及大盆石,这盆石是方耶和华约鬼的,到今日还在百事物人约书雅的田间。 耶和华因百事物人善观他的约鬼,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是有五万人在哪里,原文作七十人加五万人,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 百事物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结的神面前事立呢?这约鬼可以从我们这女送到谁哪里去呢? 于是打发人去见基烈耶林的居民,说,非利是人将耶和华的约鬼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鬼接到你们哪里去罢。撒母耳记上。 第七章 基烈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鬼接上去,放在山上雅比那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鬼。约鬼在基烈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信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王亚斯他六,从你们中间取调,尊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是奉他,他必够你们脱离非利是人的手。 以色列人就脱离非利是人,王亚斯他六,单单的是奉耶和华。 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 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销在耶和华面前,当日敢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 非利是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是的首领袖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具怕非利是人。 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得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是人的手。 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作传三的梵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找他。 撒母耳正献凡祭的时候,非利是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争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经乱非利是人,他们就拜在以色列人面前。 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是人,击杀他们直到白甲的下边。 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线的中间,吸石头起名叫以便以借,说,到如今夜和华都帮助我们。 从此非利是人就被制伏,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 撒母耳作似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是人。 非利是人所取以色列人的成一,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是人手下收回。 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 撒母耳平生作以色列的士师。 他每年循行到白特利、吉甲、米斯巴,再者几处审判以色列人。 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哪里,也在哪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足了一座坛。 撒母耳记上。 第八章 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而指作以色列的士师。 撒母耳年纪老迈,归此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是巴作士师。 他而止不行他的道,贪徒才利,收受贵赂,屈往正直。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免己老卖料,你而止不行你的道, 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子里我们,像列国一样。 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子里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 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尝尝离弃我,是奉别臣,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 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轄他们。 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轄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 有派他们作千夫奖,五十夫奖,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张家,打造军器和车上的气骸。 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作饭烤饼。 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此给他的神博。 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神博。 又必取你们的仆人痞女,见葬的少年人,和你们的路,供他的差役。 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 那是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找你们。 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 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 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成去吧。 撒母耳记上。 第九章 有一个变雅敏人,名叫基士,是变雅敏人阿肥亚的元孙,比哥拉的曾孙,洗罗的孙子,阿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或作大才主。 他有一个儿子,名叫素罗,有健壮,又尽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给他的身体比重高过一头。 素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路,他就吩咐儿子素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尋找路。 素罗就走过以法连山地,游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游过沙林地,老也不在哪里,游过变雅满地,还没有找着。 到了苏佛地,素罗对根据他的仆人说,我们不予会去,恐怕我父亲不为劳挂心,反为我们担忧。 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犯他所说的全都仍然,我们不予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 素罗对伯仁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患有什么没有。 伯仁回答素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赦赫赫赫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 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 素罗对伯仁说,你说的事,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 他们想多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问他们说,先见在这里没有。 女子回答说,在这里,他在你们前面,快去吧,他今天正到城里,因为今天百姓要在休坛献祭。 在他还没有想休坛吃祭物之先,你们一尽成必予见他,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祝祭,然后请的客彩吃。 现在你们想去,这时候必予见他。 二人就想去,将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休坛去。 素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变雅满夺到你这里来,你要告他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是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走眷顾他们。 撒母耳看见素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那,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自你我的民。 素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请告诉我,先见的遇所在哪里。 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上邀谈去,因为你们今天必与我同值,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 自愿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路,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走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 素罗说,我不是以色列之派中至少的便雅敏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敏之派中至少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撒母耳领素罗和他伯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作守卫,客约有三十个人。 撒母耳对储役说,我交给你收传的那一份制欲,现在可以拿来。 储役就把收传的腿那来,摆在素罗面前,撒母耳说,这事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启罢,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这欲到此时。 当日,素罗就与撒母耳同值。 众人从休坛下来进城,撒母耳和素罗在房顶上说话。 此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后,素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夫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会去。 素罗就起来,和薩母耳一同出去。 二人下到城郭,撒母耳对素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 撒母耳记上 第十章 撒母耳那平高有倒在素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作他产业的君吗? 你今天与我离别之后,在变雅敏境内的撕杀,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牢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 你从哪里往前行,到了他博的像树哪里,必遇见三个往八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匹袋走。 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 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你是人的防兵,你到了成的时候,必遇见一帮先知从休坛下来,前面有古沙的,激古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 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到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 这少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 你当在我已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凡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 素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似他一个身心,当日这一切少头都应然了。 素罗到了那山,有一帮先知与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 素罗认识素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 几时的儿子遇见什么了,素罗也裂在先知中咯。 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语说,素罗也裂在先知中咯。 素罗受感说话以不,就想休坛去了。素罗的叔叔问素罗和他伯人说,你们往那里去了,回答说,走路去了,我们见没有路,走到了撒母耳那里。 素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母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 素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的告诉我们路已经找着了。 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素罗及没有告诉叔叔。 撒母耳将百姓招聚到买斯巴耶和华那里。 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又救你们脱离埃及你们各国之人的手。 你们今日却燃起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们立一个王子里我们, 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中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 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近前来祭签,就祭出便雅满支派来。 有时便雅满支派按着终族近前来,就祭出马特利族, 从其中有祭出基士的儿子素罗,众人尋找他既尋不着,就问耶和华说, 那人都这女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戏剧中了。 众人就跑去从那女领出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文高过一头。 撒母耳对众文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挑选的人,众文中有可比他的魔,众文就大声欢呼说,圆皇万岁。 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有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衔散众文,各会各家去了。 撒罗网基比阿回家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但有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 撒罗求不理会。撒母耳记上。 第十一章 撒母耳的王拿赫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迎,雅比众人对拿赫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 撒母耳的拿赫说,你们若由我搬出你们各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 雅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欢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法人往以色列的传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順你。 试者到了素罗住的基比安,将这话说给白省听,白省就都放声以哭。 素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白省为什么哭呢? 众人将雅给人的话告诉他。素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 甚至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腐使者传送以色列的传境,说,犯不出来跟随素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 于是耶和华使百姓居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素罗再比式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三十万,有大人有三万, 众人对那试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雅给人说,明日太阳近五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 试者回去告诉雅给人,他们就欢喜了。 于是雅给人对雅们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順你们,你们可以取以待我们。 第二日,素罗将百姓分为三对,在神更的事后入了雅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五,城下的人都屠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 白姓对撒母耳说,哪说素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 素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宗斯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 撒母耳对白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 众白姓走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素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欠平安祭,素罗和以色列宗人大大欢喜。 撒母耳记上 第十二章 撒母耳对以色列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找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 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我以年老法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女。 我从有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 我在这女,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高者面前,给我作见证,我奪过谁的牛,搶过谁的路,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贵路因而眼黑呢? 若有,我必偿还。 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甚么。 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甚么。 有耶和华和他的受高者今日为正,他们说,愿他为正。 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 现在你们要赞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说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 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 他们却忘的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赴予下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或非你是人并魔压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 他们就促求耶和华,说,我们里喜耶和华,是奉巴力,和阿斯特禄,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受敌的手,我们必是奉你。 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力,比弹,耶弗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位受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 你们见阿门人的王那刻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 现在你们所扣所选的王在这里,看那,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 你们若敬为耶和华,师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信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 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将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 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 这不是个墨子的事后摩,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刚雨,使你们有知道有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 于是撒母以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刚雨,众民便甚句派耶和华和撒母以。 众民对撒母以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最上加最了。 撒母以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借我,却不要偏理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 若偏理耶和华去信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遇选你们作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 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讨告,以至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 只要你们敬为耶和华,成成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是何等待。 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统灭亡。撒母以记上。 第十三章 苏罗登基年四十岁,作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选了三千人,二千斤除苏罗在密没,和巴特利山,一千斤除约拿丹在殿雅晚的基比亚,其余的人素罗都打法国回国家去了。 若拿班攻击加巴,非理事人的防御,非理事人听见了,素罗就在遍地吹角。 二诗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以色列众人听见素罗攻击非理事人的防御,有听见以色列人为非理事人所征户,就跟随素罗聚集在吉甲。 非理事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争战,有车三万两,马兵六千,步兵障海边的山那样多,就常来在伯雅民东边的密没安营。 以色列伯,看自己危急困避,就藏在山洞,松林,石月,隐蜜柱,和坑中。 有些希伯来人过了有但何,逗到加德和基列地,素罗还事在吉甲,白伯都战战兢兢的跟随他。 蘇羅照著薩摩爾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薩摩爾說沒有來到吉甲,百姓也離開蘇羅山去了。 蘇羅說:「把梵祭和平安祭帶到我這女來,蘇羅就獻賞梵祭。 剛獻完梵祭,薩摩爾就到了,薩摩爾出去迎接他要問他好。 薩摩爾說:「你作的是什麼事呢?」 蘇羅說:「因為我見百姓離開我山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來到,而且非你是人聚集在密沒。 所以我心雷說:「恐怕我沒有討告耶和華,非你是人下刀吉甲攻擊我,我就勉強顯賞犯罪。」 薩摩爾對蘇羅說:「你作了糊塗事了,沒有遵守耶和華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華別在以色列中堅立你的皇位,直到永遠。 現在你的皇位別不長久,耶和華已沉著一個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為你沒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你的。 薩摩爾就起來,從吉甲上到便雅晚的基比亞。 薩摩爾數點跟隨他的,約有六百人。 薩摩爾和他兒子約拿丹,並跟隨他們的人,都住在便雅晚的加巴,但非你是人安盈在密沒。 有略兵從菲利士營中出來,分為三隊,一隊往俄佛拉向蘇雅地去。一隊往伯和倫去,一隊往西波音谷對面的滴滴景向曠野去。 那時以色列傳地沒有一個鐵像,因為菲利士人說,恐怕希伯來人製造刀槍。 以色列人要磨錯、黎、虎、鏟,就下到菲利士人那裡去磨。 但有錯可以錯鏟、黎、三尺叉、虎子,並趕牛追。 所以到了爭戰的日子,跟隨蘇羅和約拿丹的人,沒有一個手裡有都有槍的, 唯獨蘇羅和他兒子約拿丹有。 菲利士人的一隊逢兵,到了密沒的喊口。薩摩爾記上。 第十四章 有一日蘇羅的兒子約拿丹,對那他兵器的少年人說,我們不予過那邊, 到菲利士人的房營那裡去,但他沒有告訴父親。 蘇羅在基比亞的盡邊,坐在米基倫的石樓樹下,跟隨他的約有六百人。 在那裡有雅希特的兒子雅希雅,穿著以忽德,雅希特是以加伯的哥哥, 菲利哈的兒子,伊利的孫子,伊利重前在士羅作耶和華的祭司。 約拿丹去了百姓卻不知道。約拿丹要從喊口過到菲利士房營那裡去, 借喊口兩邊,各有一個山峰,一名波士,一名西尼。 一封向北,與密沒相對,一封向南,與加巴相對。 約拿丹對拿兵器的少年人說,我們不與過到未受過乃人的房營那裡去, 或者耶和華為我們施展能力,因爲耶和華使人的聖,不在乎人多人少。 拿兵器的對他說,隨你的心以行罷,你可以上去,我必跟取你,與你同心。 約拿丹說,我們要過到哪些人那裡去,使他們看見我們。 他們約對我們說,你們站住,等我們到你們那裡去,我們就站住,不想他們那裡去。 他們約說,你們想到我們這里來,這話就是我們的證據,我們便想去, 因爲耶和華將他們交在我們手裡了。 二人就是非利是的防兵看見,非利是人說, 希伯來人從所創的洞月裡出來了。 防兵對約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說,你們想到這里來, 我們有一件事只是你們,約拿丹就對拿兵器的人說, 你跟隨我上去,因爲耶和華將他們交在以色列人手裡了。 約拿丹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隨他, 約拿丹殺到非利是人,拿兵器的人也隨著殺他們。 約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起頭所殺的,約有二十人,都在一某地的半黎溝之內。 於是在營宗,在田野,在眾民內,都有戰經, 防兵和略兵也都戰經,地也震動,戰經之勢甚大。 在便雅曼的基比亞,蘇羅的守望兵, 看見非利是的軍眾潰散,四位亂喘。 蘇羅就對跟隨他的文說,你們查點查點。 看從我們這裏出去的是誰,他們一查點,就知道約拿丹和拿兵器的人沒有在這裏。 那時神的約櫃在以色列人那裏,蘇羅對亞希亞說,你將神的約櫃混了來。 蘇羅正與祭司說話的時候,非利是營中的圈養月發大了,蘇羅就對祭司說,停手吧。 蘇羅和跟隨他的人都聚集,來到戰場,看見非利是人用刀互相擊殺,大大煌亂。 從前有四方來跟隨非利是軍的希伯來人,現在也轉過來,幫助跟隨蘇羅和約拿班的以色列人了。 那藏在以法連山地的以色列人,聽說非利是人逃跑,就出來緊緊地追殺他們。 那日的和華使以色列人得勝,一直戰到百雅民。蘇羅叫百姓喜細說, 凡不等到晚上向敵人報員了受吃什麼的必受咒作,因此這日百姓沒有吃什麼,就極其困備。 眾民進入樹林,見有物在地上。 他們進了樹林,見有物留下來, 他沒有人敢用手取物入口,因爲他們怕那水然。 若那丹沒有聽見他父親叫百姓喜細,所以身手中的象,用象頭站在封房裡,轉手送入口內,眼睛就明亮了。 百姓中有一人對他說,你父親曾叫百姓嚴嚴的喜細,說,今日吃什麼的必受咒作。因此百姓就疲罰了。 若那丹說,我父親連累你們了,你看,我尚了這一點物,眼睛就明亮了。 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從首敵所奪的物。 擊殺的非理事人,喜不更多摩。 謝日以色列人。 擊殺非理事人,從物抹植到雅雅倫,百姓審視匹佛。 就急忙將所奪的牛羊和牛毒,在於地上,肉盲大血就吃了。 有人告訴蘇羅說,百姓吃大血的肉,得罪耶和華了。 蘇羅說,你們有罪了,今日要將大石頭滾到我這里來。 蘇羅又說,你們山在百姓中,對他們說,你們各人將牛羊軒道我這里來在了吃,不可吃大血的肉得罪耶和華, 這夜百姓就把牛羊軒道那裡在了。 蘇羅唯耶和華粒了一座壇,這是他初次唯耶和華粒的壇。 蘇羅說,我們不與夜裡下去追趕非理事人,搶落他們,直到天亮,不留他們一人。 蘇羅說,你們看怎樣好就去行吧。 祭師說,我們先當親近神。 蘇羅求問神說,我下去追趕非理事人可以不可以, 你將他們交在以色列人手裡不交,這日神沒有回答他。 蘇羅說,你們百姓中的長老都想這里來,查明今日是誰犯了罪。 我只著夠以色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就是我兒子約拿班犯了罪,他也必死,但百姓中無一人回答他。 蘇羅就對以色列眾人說,你們站在一邊,我與我兒子約拿班也站在一邊。 百姓對蘇羅說,你看怎樣好就去行吧。 蘇羅託告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求你指示實情,於是祭遷祭出蘇羅和約拿班來,百姓盡都無事。 蘇羅說,你們再祭遷,看事我是我兒子約拿班,就祭出約拿班來。 蘇羅對約拿班說,你告訴我,你作了什麼事?約拿班說,我實在以守女的仗,用仗頭暫了一點蜜常了一常,這樣我就死嗎? 媽媽說作罷,蘇羅說,約拿班那,你定要死,約不然,願,神寵種的功法與我。 百姓對蘇羅說,約拿班在以色列人中這樣大行拯救,豈可使他死呢? 段乎不可,我們只穿永生的野和華起勢,連他的一斤頭髮也不可落地,因為他今日與神一同作事,於是百姓夠約拿班免了死亡。 蘇羅回去不追趕非利是人,非利是人也回本地去了。蘇羅執掌以色列的國權,常常攻擊他四圍的一切受敵,就是莫亞人,亞門人,宜東人,和索巴珠王,並非利是人,他無論往何處去,都打敗受敵。 蘇羅執掌勇攻擊亞馬力人,救了以色列人脫離搶掠他們之人的手。 蘇羅的兒子是約拿丹,易思維,麥基書亞,他的兩個女兒,長女名米拉,前女名米甲。 蘇羅的妻,名叫亞希聯,是亞希瑪斯的女兒。 蘇羅的元帥,名叫亞希尼,是尼爾的兒子,尼爾是蘇羅的叔叔。 蘇羅的父親基士,亞希尼爾的父親尼爾,都是亞別的兒子。 蘇羅平生常與非利是人大大爭戰,蘇羅如見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無了來跟隨他。 薩姆爾記上 第十五章 薩姆爾對蘇羅說:「耶和華差遣我高你為王,自你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當聽從耶和華的話。 萬軍之夜和華如此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在路上馬馬力人怎樣待他們,怎樣抵擋他們,我都沒望。 現在你要去擊打亞馬力人,滅盡他們所有的,不可憐惜他們,將男女,孩童,吃奶的,並牛,羊,樂陀,和勞進行殺死。 於是蘇羅朝聚百姓在提拉恩,數點他們,共有步兵二十萬,另有猶大人一萬。 蘇羅到了亞馬力的京城,在谷中設下埋伏。 蘇羅對基尼人說:「你們離開亞馬力人下去吧,恐怕我將你們和亞馬力人一同殺滅。 因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你們曾因待他們,於是基尼人離開亞馬力人去了。」 蘇羅擊打亞馬力人,從哈肥拉,直到埃及前的書以。 三禽鳥雅馬力王雅甲,用刀殺盡雅馬力的縱文。 蘇羅和百姓卻連色雅甲,也愛色上好的牛、羊、牛毒、羊膏,並一切美物,不肯滅絕,凡下賤修藥的,盡刀殺了。 耶和華的華臨到薩姆爾說:「我立蘇羅為王,我後悔了,因爲他轉去不跟從我,不遵守我的命令。」 薩姆爾變神憂愁,終夜哀求耶和華。 薩姆爾稱早起來迎接蘇羅,有人告訴薩姆爾說:「蘇羅到了家密,在那裡立了紀念碑,又轉身下到吉甲。 薩姆爾到了蘇羅那裡,蘇羅對他說:「願耶和華賜福與你,耶和華的命令我以遵守了。」 薩姆爾說:「我以中聽見有羊叫,牛名,是從那裡來的呢?」 薩姆爾說:「這是百姓從馬馬力人那裡帶來的,因爲他們愛色上好的牛羊,要獻與耶和華你的神,其餘的我們都滅盡了。」 薩姆爾對薩姆爾說:「你住口吧,等我將耶和華作野向我所說的話告訴你。」 薩姆爾說:「薩姆爾對薩姆爾說:「從前你雖然以自己為小,豈不是被立為以色列之派的元首嗎?」 薩姆爾說:「你作以色列的王。」 薩姆爾猜顯你,吩咐你說:「你去擊打那些犯罪的亞馬力人,將他們滅絕正盡。」 薩姆爾說:「你為何沒有聽從耶和華的命令,急望老略財物,行耶和華眼中看惠我的事?」 薩姆爾說:「我實在聽從了耶和華的命令,行了耶和華所差遣我行的路, 勤了耶和華的命令,勤了耶和華人。 白衆卻在所當滅的物中,取了最好的偶陽,要在吉格遣遣與耶和華你的神。」 薩姆爾說:「耶和華喜悅凡際和平安際,喜悅喜悅人聽從他的患呢?聽明聖於憲制,信從聖於功揚的自由。」 撥益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等,患僵的罪,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煙氣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煙氣你作王。 蘇羅對撒母已說:「我有罪了,我因懼怕百姓聽從他們的話,就違背了耶和華的命令,和你的言語。 現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會去,我好驚怕耶和華。 撒母已對撒羅說:「我不同你會去,因爲你煙氣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煙氣你作以色列的王。 撒母已轉身要走,撒羅就扯住他外婆的伊甘,伊甘就施斷了。 撒母已對他說:「今日的和華是以色列國與你斷絕,將這國賜予給你更好的人。 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自說謊,也不自後悔,因爲他丙非世人,決不後悔。 撒羅說:「我有罪了,雖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長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舉我,同我會去,我好驚怕耶和華你的神。」 於是撒母已轉身跟隨撒羅會去,撒羅就敬拜耶和華。 撒母已說:「要把雅馬力王雅甲帶到我這女來,雅甲就歡歡喜喜的來到他面前。」 心裡說:「死亡的苦難必定過去了。」 撒母已說:「你既用都使婦人喪子,這樣,你母親在婦人中也必喪子。」 於是撒母已在吉格耶和華面前,將雅甲殺死。 撒母已回了拉馬,蘇羅想他所住的基比阿回自己的家去了。 撒母已直到死的日子,再沒有見蘇羅,但撒母已為蘇羅悲傷,是因耶和華後悔立他為以色列的王。 撒母已記上 第十六章 撒母已說:「我既嫌棄蘇羅作以色列的王,你為他被商要到幾時呢?你將高尤城滿了過,我猜遣你往百里行人耶西那裡去,因為我在他宗旨之內,與定一個札王的。」 撒母已說:「我怎能去呢?蘇羅若聽見,必要殺我。」 耶和華說:「你可以帶一隻偶毒去,就說:「我來事要向耶和華獻祭。」 你要請耶西來吃製肉,我就指是你所當行的事,我所指給你的人你要高他。 撒母已就照耶和華的話去行,到了百里行,那城裡的長老都戰戰經經的出來迎接他,問他說:「你是為平安來的嗎?」 他說:「為平安來的,我是給耶和華獻祭,你們當自傑,來與我同吃製肉。」 撒母已就使耶西和他種子自傑,請他們來吃製肉。 他們來的時候,撒母已看見以利亞,就心裡說:「耶和華的壽高者必定在他面前。」 耶和華卻對撒母已說:「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選選他。」 因爲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耶西叫亞比拿達從撒母已面前經過,撒母已說:「耶和華也不選選他。」 耶西有叫沙馬從撒母已面前經過,撒母已說:「耶和華也不選選他。」 耶西叫他七個兒子都從撒母已面前經過,撒母已說:「這都不是耶和華所選選的。」 撒母已對耶西說:「你的兒子都在這裏嗎?」 他回答說:「還有個小的,現在放羊。」 撒母已對耶西說:「你打法人去叫他來,他若不來,我們必不在席。」 耶西就打法人去叫了他來,他臉色光紅,雙目清瘦,容貌盡美,耶和華說:「這就是他,你起來高他。」 撒母已就用各女的高游,在他諸興中高了他,從這日起,耶和華的靈就大大感動大胃,撒母已起身回拉馬去了。 耶和華的靈離開蘇羅,有惡魔從耶和華那裡來要亂他。 蘇羅的神伯對他說:「現在有惡魔從神那裡來要亂你。」 我們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神伯,找一個善於彈琴的來,等神那裡來的惡魔臨到你身上的時候,使他用手彈琴,你就好了。 蘇羅對神伯說:「你們可以為我找一個善於彈琴的,帶到我這女來。」 其中有一個少年人說:「我曾見百利行人耶西的一個兒子善於彈琴,攝大有勇敢的戰士,說話合宜,用貌盡美,耶和華也與他同在。」 於是蘇羅猜顯示者去見耶西,說:「請你打發你放羊的兒子大衛道我這女來。」 耶西就把幾個頂,和一匹袋走,並一隻山羊糕都託在爐上,交給他兒子大衛送予蘇羅。 大衛到了蘇羅那裡,就事立在蘇羅面前。蘇羅甚喜愛他,他就作了蘇羅那兵器的人。 蘇羅猜顯人去見耶西說:「求你容大衛事立在我面前,因爲他在我眼前夢了因。」 從神那裡來的惡魔臨到蘇羅身上的時候,大衛走那琴用手而彈,蘇羅便書唱爽快,惡魔尼了他,薩母爾記上。 第十七章 非理事人招聚他們的軍旅,要來爭戰,聚集在屬有大的梳哥,安迎在梳哥和亞西加中間的以弗大敏。 蘇羅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迎,擺列隊伍,要與非理事人打仗。 非理事人站在這邊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邊山上,當中有谷。 從非理事營中出來一個討戰的人,名叫哥利亞,是加特人,身高六爪零一負口。 頭大同窺,身穿海甲,甲總五千射克勒。腿上有同護膝,兩肩之中背斧同棘。 槍桿粗魚織布的機族,鐵槍頭重六百射赫勒,有一個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 哥利亞對著以色列的軍隊站立,呼叫說,你們出來擺列隊伍作什麽呢? 我不是非理事人摩,你們不是蘇羅的伯人摩,可以從你們中間挑選一人,使他下到我這女來。 他若能與我戰鬥,將我殺死,我們就作你們的伯人。我若勝了他,將他殺死,你們就作我們的伯人。服侍我們。 那非理事人又說,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軍隊抹陣,你們叫一個人出來,與我戰鬥。 蘇羅和以色列眾人聽見非理事人的這些話,就驚惊,極其害怕。 大衛是由大伯利行的以法他人耶穗的兒子,耶穗有八個兒子,當蘇羅的時候,耶穗已經老邁。 耶穗的三個大兒子跟隨蘇羅出征,這出征的三個兒子,長子名叫以利亞,次子名叫亞比拿達,三子名叫沙馬。 大衛是最小的,那三個大兒子跟隨蘇羅。大衛有時離開蘇羅為伯里行,放他父親的羊。 那非理事人早晚都出來暫著,如此四十日。 一日耶穗對他兒子大衛說,你拿一依佛控了的水紙,和十個餅,速速的送到營裡去,交給你哥哥們。 再拿這十塊奶餅,送給他們的千夫掌,且問你哥哥們好,向他們要一封信來。 蘇羅與大衛的三個哥哥,和以色列眾人,在以拉谷與菲里士人打仗。 大衛早晨起來,張揚交透一個看守的人,照著他父親所吩咐的話,帶著食物去了,到了之重營,軍兵剛出到戰場,那喊要戰。 以色列人和菲里士人都擺裂隊伍,彼此相對。 大衛把他帶來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跑到戰場,問他哥哥們安。 與他們說話的時候,那套戰的,就是屬加達的菲里士人哥利亞,從菲里士隊中出來,說從前所說的話,大衛都聽見了。 以色列眾人看見那人,就逃跑,極其害怕。 以色列人比此說,這上來的人,你看見了嗎?他上來,是要向以色列人罵陣,若有能殺他的, 旺必想賜他大財,將自己的女兒給他為妻,並在以色列人中,免他附奸納娘當妻。 大衛問站在旁邊的人,說,有人殺者菲里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恥辱,怎麽待他呢? 這未受割禮的菲里士人是誰呢?竟敢向永生神的軍隊抹震魔。 百姓照先前的話回答他說,有人能殺者菲里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 大衛的長兄以利押,聽見大衛與他們所說的話,就向他發怒,說,你下來作什麽呢? 在曠野的那幾隻羊,你交托了水呢?我知道你的驕傲,和你心裡的惡意,你下來,特衛要看爭戰。 大衛說,我作了什麽呢?我來起沒有緣故嗎? 大衛就離開他轉向別人,照先前的話而問,百姓仍照先前的話回答他。 有人聽見大衛所說的話,就告訴了蘇羅,蘇羅便打法人叫他來。 大衛對蘇羅說,人都不必因那非你士人膽怯,你的仆人要去與那非你士人戰鬥。 蘇羅對蘇羅對蘇羅說,你不能去與那非你士人戰鬥,因為你年紀太輕,他只有就作戰士。 大衛對蘇羅說,你伯仁為父親放羊,有時來了獅子,有時來了紅,從群中咸一隻羊羔去。 我就追趕他,擊打他,將羊羔從他口中救出來,他起來要害我,我就周著他的護紙,將他打死。 你伯仁曾打死獅子和洪,這未受割禮的非你士人向永生神的軍隊罵陣,也必將獅子和洪一搬。 大衛又說,耶和華救我脫離獅子和洪的爪,也必救我脫離這非你士人的手。 蘇羅對大衛說,你可以去吧,耶和華必願你同在。 蘇羅就把自己的戰衣給大衛穿上,將唐盔給他戴上,又給他穿上海甲。 大衛把刀夸在戰衣外,時事能走不能走,因爲素來沒有穿慣,就對蘇羅說,我穿大姐姐不能走,因爲素來沒有穿慣。 於是渣脫帳了,他手中那帳,又在溪中挑選了五塊光華石子,放在袋裏,就是木人大的囊女,手中那帳丟石的基然,就去營那非你士人。 非理事人也漸漸的形著大衛來,拿盾牌的走在前頭。 非理事人觀看,見了大衛,就藐視他,因為他年輕,年色光紅,容貌盡美。 非理事人對大衛說:「你拿掌道我者女來,我豈是狗呢?」 非理事人就指著自己的神,就了大衛。 非理事人又對大衛說:「來吧,我將你的獄屈空中的飛鳥,田野的走秀喺。」 大衛對非理事人說:「你來攻擊我,是靠著刀將和同擊,我來攻擊你,是靠著萬軍之野和華的名, 就是你所路馬帶領以色列軍隊的神。 今日耶和華必將你交在我手裡,我必殺你,斬你的頭,又將非理事軍兵的屍首, 及空中的飛鳥地上的野獸血,使譜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有時借眾人知道野和華使人的聖,不是用刀用槍,因爲爭戰的聖敗存在乎野和華, 他必將你們交在我門手裡。 非理事人起身,迎著大衛前來,大衛急望迎著非理事人,往戰場跑去。 大衛用手從囊中逃出一塊石子來,用基然甩去,打中非理事人的啞,石子進人啞內,他就扑倒,面伏於地。 這樣,大衛用基然甩去,勝了那非理事人,打死他,大衛手中卻沒有刀。 大衛跑去,站在非理事人身旁,將他的刀從朝中拔出來,殺死他,割了他的頭。 非理事眾人看見他們討戰的勇士死了,走刀逃跑。 以色列人和由大人便起身,納喊,追趕非理事人,直到加特,或作該,和以格倫的城門。 被殺的非理事人,倒在沙拉陰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倫。 以色列人追趕非理事人回來,就奪了他們的刑盤。 大衛將那非理事人的頭,拿到耶路撒冷,特將他軍裝放在自己的張棚裡。 蘇羅漢見大衛去攻擊非理事人,就問完誰壓尼爾說,壓尼爾亞,那少年人是誰的兒子? 壓尼爾說,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 黃說,你可以問問哪有年人是誰的兒子? 大衛打死非理事人回來,壓尼爾領他到蘇羅面前,他手中拿著非理事人的頭。 蘇羅問他誓少年人那,你是誰的兒子? 大衛說,我是你伯仁伯利行人耶犀的兒子。 撒母耳記上。 第十八章 大衛對蘇羅說完了話,若拿班的心,與大衛的心,心相啟合,若拿班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聖命。 那日蘇羅留住大衛,不容他再會附加。若拿班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聖命,就與他結盟。 若拿班從身上脫下愛袍,吸了大衛,又將戰衣、刀、弓、腰帶,都吸了他。 蘇羅無論差遣大衛往何處去,他都作事證明,蘇羅就立他作戰事長,眾百姓和蘇羅的神伯,無不起穴。 大衛打死了那非理事人,同眾人回來的時後,婦女們從以色列各成女出來,歡歡喜喜,打鼓激慶,歌唱跳舞,迎接蘇羅王。 眾婦女舞蹈唱歌,說,蘇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蘇羅甚發怒,不起穴謝華,就說,將萬萬歸大衛,千千歸我,指聖下王位沒有給他了。 從這日起,蘇羅就怒視大衛。次日,從神那裡來的惡魔,大大降在蘇羅身上,他就在家中回言暖語,大衛照上彈琴,蘇羅手裡拿著槍。 蘇羅把槍一輪,心裡說,我要將大衛徹頭,聽在牆上。大衛躲避他兩次。 蘇羅懷怕大衛,因為耶和華離開自己,與大衛同在。所以蘇羅使大衛離開自己,立他為千夫長,他就領兵出入。 大衛作事無不精明,耶和華也與他同在。蘇羅見大衛作事精明,就甚怕他。 但以色列和有大眾人,都愛大衛,因為他領他們出入。蘇羅對大衛說,我將大女兒米拉吉你為妻,只要你為我奮勇,為耶和華爭戰。 蘇羅心裡說,我不好親手害他,要直非你是人的手害他。 大衛對蘇羅說,我是誰,我是什麼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豈敢作王的女婿呢? 蘇羅的女兒米拉到了當級大衛的時候,蘇羅克克克了米荷拉人亞德烈為妻。蘇羅的妻女米甲愛大衛,有人告訴蘇羅,蘇羅就喜悅。蘇羅心裡說,我將這女兒級大衛,作他的網羅,好直非你是人的手害他。 所以蘇羅對大衛說,你今日可以第二次作我的女婿。蘇羅吩咐神伯說,你們暗中對大衛說,王喜悅你,王的神伯也都喜愛你,所以你當作王的女婿。蘇羅的神伯就照這話說給大衛亭。 大衛說,你們以為作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嗎?我是貧窮卑微的人。蘇羅的神伯回咒,說,大衛所說的,如此如此。蘇羅說,你們要對大衛這樣說,王得要什麼拼禮,只要一百非你是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敵身上報仇。 蘇羅的意思要使大衛喪在非你是人的手裡。蘇羅的神伯將這話告訴大衛,大衛就歡喜作王的女婿。 日期還沒有到,大衛和跟隨他的人起身前往,殺了二百非你是人,將羊皮滿素交給王,為要作王的女婿。 於是蘇羅將女兒米甲給大衛為妻。蘇羅見夜和華與大衛同在,又知道女兒米甲愛大衛。 就更怕大衛,常作大衛的仇敵。每逢菲利士軍長出來打仗,大衛被蘇羅的神伯作事證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 薩母爾記上。第十九章 蘇羅對他兒子約拿丹和眾神伯說,要殺大衛。蘇羅的兒子約拿丹,卻甚喜愛大衛。 約拿丹告訴大衛說,我父蘇羅想要殺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個闢正地方藏身。 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裡,站在我父親旁邊,與他談論,我看他情形怎樣,我必告訴你。 約拿丹向他父親蘇羅提大衛說好話,說,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衛,因爲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以你大有益處。 他拼命殺那非你是人,耶和華為以色列眾人大行拯救,那時你看見,甚是歡喜,現在為何無故要殺大衛,流無故人的血,自己取罪呢? 蘇羅聽了約拿丹的話,就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說,我必不殺他。 約拿丹叫大衛來,把這一切事告訴他,帶他去見蘇羅,他就仍然是立在蘇羅面前。 此後又有爭戰的事,大衛出去,與菲利是人打仗,大大殺敗他們,他們就在他面前逃跑。 從耶和華那裡來的惡魔,有降在蘇羅身上,蘇羅手裡拿槍坐著屋裡。 大衛就用手彈琴。蘇羅用槍想要撤託大衛,釘在牆上,趴腳躲開,蘇羅的槍刺入牆內,當夜大衛逃走躲避了。 蘇羅打法人道大衛的房屋那裡,規探他,要等到天亮殺他。 大衛的妻米格對他說,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殺。 於是米格將大衛從窗戶裡醉下去,大衛就逃走,躲避了。 米格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透枕在山羊無莊的枕頭上,用被遮蓋。 蘇羅打法人道大衛,米格說,他病了。蘇羅又打法人去看大衛,說,當年床將他抬來,我好殺他。 使者進去看見床上有神像,透枕在山羊無莊的枕頭上。 蘇羅對米格說,你為什麼這樣欺凶我,放我守敵逃走呢? 米格回答說,他對我說,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殺你。 大衛逃避,來到拉馬,見薩摩爾,將蘇羅向他所行的事,述說了一片。 他和薩摩爾就往那約去居住。有人告訴蘇羅說,大衛著拉馬的那約。 蘇羅打法人去祝拿大衛,他的人見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說話, 薩摩爾站在其中監管他們,打法去的人,也受神的靈感動說話。 有人將這次告訴蘇羅,他又打法人去,他們也受感說話。 蘇羅第三次打法人去,他們也受感說話。 然後蘇羅自己往拉馬去,到了西姑的大井,問人說,薩摩爾和大衛在哪裏呢? 有人說,在拉馬的那約。他就往拉馬的那約去,神的靈也感動他,一面酒,一面說話,直到拉馬的那約。 他就脫了衣服,在薩摩爾面前所感說話,一酒一夜,老體肚餓。 因此有句俗語說,蘇羅也裂在先知中。 薩摩爾記上。 第二十章 大衛從拉馬的那約逃跑,來到約那丹那裏,對他說,我作了什麽,有什麽罪熱呢? 在你父親面前犯了什麽罪,他竟尋上我的性命呢? 若那丹回答說,斷言不時,你必不致死,我副作時,無論大小,沒有不叫我知道的,怎麽獨有這事隱瞞我呢? 卻不如此。 大衛有喜誓,說,你父親准知我在你眼前夢因,他心裡說,不如不叫若那丹知道,恐怕他受焚,我只著永生的野和華, 有敢在你面前起誓,我離死不過一步。 若那丹對大衛說,你心裡所求的,我必為你成就。 大衛對若那丹說,明日是初一,我多以皇同籍,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晚上。 你父親若見我不在直上,你就說,大衛徹求我許他回本成百利行去,因為他存在那裡獻年祭。 你父親若說好,仆人便平安了,他若發怒,你就知道他絕以要害我。 求你施恩與伯仁,因你在野和華面前曾與伯仁結盟,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殺我,何必將我交給你父親呢? 若那丹說,段無此事,我若知道我父親決以害你,我豈不告訴你呢? 大衛對若那丹說,你父親若用禮言回答你,誰來告訴我呢? 若那丹對大衛說,你我且往田野去,二人就往田野去了。 若那丹對大衛說,願耶和華以色列的神為正。 明日若在這時候,或第三日,我探望我父親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豈不打法人告訴你呢? 我父親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訴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願耶和華種種的功法與我,願耶和華與你同在,如同從前與我父親同在一樣。 你要照耶和華的此愛恩待我,不但我活著的時候,免我死亡。 就是我死後,耶和華從地上剪除你守敵的時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加絕了恩惠。 於是若那丹與大衛加結盟,說,願耶和華籍大衛的仇敵追討背約的罪。 若那丹因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聖命,就使他再起誓。 若那丹對他說,明日是初一,你的作為空前,人必理會你不在那裡。 你等三日,就要速速下去,到你從前如是所創的地方,在以色盤石那裡等候。 我要向盤石旁邊射三箭,如同射箭把一樣。 我要打發童子,說,去把箭找來。 我若對同子說,箭在後頭,把箭拿來,你就可以回來,我只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你必平安無事。 我若對同子說,箭在前頭,你就要去,因為是耶和華打發你去的。 至於你我今日所說的話,有耶和華在你我中間為證,直到永遠。 大衛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日,往左夕要吃飯。 往照常坐在靠牆的位上,若那丹是立,厄里爾坐在蘇羅旁邊,大衛的座位空前。 然而這日蘇羅沒有說什麽,他想大衛如是,偶然不結,他必定是不結。 初二日,大衛的座位還空前。蘇羅問他兒子若那丹說,夜世的兒子為何作日今日,沒有來吃飯呢? 若那丹回答蘇羅說,大衛徹求我用他往百里行去。 他說,求你容我去,因爲我家在城裡有獻祭的事,我長兄吩咐我去。 如今我若在你眼前夢恩,求你容我去見我的弟兄,所以大衛沒有父皇的直。 蘇羅向若那丹發怒,對他說,你這還更貝易之父人所生的,我豈不知你喜悅耶世的兒子,自取羞辱,以致你無親老體夢羞摩。 耶世的兒子若在世間活著,你和你的國為必站立不住。現在你要打法人去,將他俗那交給我,他是該死的。 若那丹對父親蘇羅說,他為什麽該死呢?他作了什麽呢? 蘇羅向若那丹輪槍要指他,若那丹就知道他父親決意要殺大衛。 於是若那丹起飯粉的從直上起來,在這初二日沒有吃飯,他因見父親羞辱大衛,就為大衛受飯。 每天早晨,若那丹按著與大衛約會的時候,出到田野,有一個童子跟隨。 若那丹對童子說,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走來。 童子跑去,若那丹就把箭射在童子前頭。 童子到了若那丹落箭之地,若那丹夫叫童子說,箭不是在你前頭嗎? 若那丹又夫叫童子說,速速的去,不要遲言。 童子就十起箭來,回到主人那裡。 童子卻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只有若那丹和大衛知道。 若那丹將弓箭交給童子,吩咐說,你拿到城裡去。 童子一去,大衛就從盤石的南邊出來,虎伏在地,拜了三拜,二人親嘴,彼此哭入,大衛哭的更凍。 若那丹對大衛說,我們二人曾指著夜和華的名氣勢,說, 願夜和華在你我中間,並你我後裔中間為正,直到永遠,如今你停平安安的去吧。 大衛就起身走了,若那丹也回城裡去了。 撒母耳記上 第21章 大衛到了我伯祭師阿希米勒那裡,阿希米勒展展經經的出來迎接他,問他說,你為什麼讀字來,沒有人跟隨呢? 大衛回答祭師阿希米勒說,王吩咐我一件事,說,我差遣你委託你的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處等候我。 現在你手下有什麼,求你給我五個餅,或是別樣的食物。 祭師對大衛說,我手下沒有尋常的餅,只有聖餅,若少年人沒有親近婦人,才可以吸。 大衛對祭師說,實在若有三日我們沒有親近婦人,我出來的時侯,雖是尋常行路,少年人的氣命還是潔淨的,何況今日不更是潔淨嗎? 祭師就拿聖餅給他,因爲在那兩沒有別樣餅,只有更換新餅,從耶和華面前切下來的陳切餅。 當日有蘇羅的一個臣子留在耶和華面前,他名叫多億,是以東人,作蘇羅的師木掌。 大衛文雅希米勒說,你手下有槍有都沒有,因爲王的士甚級,連刀劍器下我都沒有帶。 祭師說,你在以拉谷薩菲利是人哥里亞的那都在這類,果在佈中,放在以弗德後邊,你要就可以拿去,隨此以外,再沒有別的。 大衛說,這都沒有可比的,求你給我。 那日大衛起來,躲避蘇羅,逃到加特王阿吉那類。 阿吉的神伯,對阿吉說,這不是以色列國王大衛嗎?那女的婦女跳舞唱和,不是指著她說,蘇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嗎? 大衛將這話放在心裡,甚至怕加特王阿吉,就在眾人面前改變了尋常的舉動,在她們手下假裝瘋癲,在城門的門線上活者亂畫,使她沒留在胡子上。 阿吉對神伯說,你們看,這人是瘋子,為什麽帶她到我這女來呢?我豈缺少瘋子,你們帶這人來在我面前封天摩,這人豈可進我的家呢? 撒母耳記上 第22章 大衛就離開那類,逃到壓到難動。她的弟兄和她父親的全家聽見了,就都嚇到她那類。 犯受困的、欠債的、心裡苦惱的,都聚集到大衛那類,大衛就作她們的頭目,跟隨她的約有四百人。 大衛從那類王莫額的米斯巴去,對莫額王說,求你用我父母搬來,住在你們這裏,等我知道神要為我怎樣行。 大衛領她父母到莫額王面前,大衛住山寨多少日子,她父母也住莫額王那類多少日子。 先知家得對大衛說,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由大地去。 大衛就離開那類,進入哈列的樹林。 蘇羅在基比亞的拉馬,坐在瑞斯柳樹下,手裡拿著槍,眾神伯士勒在左右。 蘇羅聽見大衛和跟隨她的人在何處,就對左右士勒的神伯說, 誰呀問人呀,你們要聽我的話,夜西的兒子能將田地和葡萄園賜給你們各人嗎?能立你們各人作千夫長百夫長嗎? 你們竟都結黨害我,我的兒子與夜西的兒子結盟的時候,無人告訴我,我的兒子挑喪我的臣子謀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也無人告訴我,為我憂慮。 那時以東人多億站在蘇羅的神伯中,對她說,我曾看見野西的兒子到了諾伯亞希特的兒子亞希米勒那類。 亞希米勒為她求問耶和華,由吸她食物,並吸她薩菲利士人哥里亞的刀。 王就打法人將祭司亞希特的兒子亞希米勒,和她父親的全家,就試著我伯的祭司,都照了來,他們就來見王。 蘇羅說,亞希特的兒子,要聽我的話。 她回答說,主呀,我就是這類。 蘇羅對她說,你為什麼與耶西的兒子結黨害我,將食物和刀給她,又為她求問神,使她起來謀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 亞希米勒回答王說,王的神伯中,有誰給大衛忠心呢?她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參謀,並且在王家中是尊貴的。 我豈是從今日才為她求問神呢? 端不是這樣,王不要將罪歸我,和我父的全家,因爲這事,無論大小,僕人都不知道。 王說,亞希米勒,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該死的。 王就吩咐左右的士衛說,你們去殺的和華的祭司,因爲他們幫助大衛,又知道大衛逃跑,竟沒有告訴我。 蘇羅的神子卻不肯身手殺的和華的祭司。 王吩咐多億說,你去殺祭司吧。 以東人多億就去殺祭司,那日殺了村子麻布爾夫德的八十五人。 由容都將祭司成我百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爐,盡都殺滅。 亞希特的兒子亞希米勒有一個兒子,名叫亞比亞他,逃到大衛那類。 亞比亞他將蘇羅殺的和華祭司的士告訴大衛。 大衛對亞比亞他說,哪日我建議東人多億在那類,就知道他必告訴蘇羅,你父的全家喪命,都是因我的緣故。 你可以住在我這裏,不要懼怕。 因爲尋索你命的,就是尋索我的命,你在我這裏,可得保存。 薩母爾記上。 第十三章 有人告訴大衛說,非理事人攻擊基伊拉,搶奪和長。 所以大衛求問耶和華說,我去攻打那些非理事人,可以不可以。 耶和華對大衛說,你可以去攻打非理事人,拯救基伊拉。 跟隨大衛的人對他說,我們在猶大地這裏,尚且懼怕,何況枉基伊拉去攻打非理事人的軍女呢? 大衛又求問耶和華,耶和華回答說,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將非理事人交在你手裡。 大衛獲跟隨他的人往基伊拉去,與非理事人打仗,大大殺敗他們,又奪獲他們的生畜。 這樣,大衛救了基伊拉的居民。 亞希米拉的兒子亞比亞他,逃到基伊拉見大衛的時侯,手裡拿著以忽德。 有人告訴蘇羅說,大衛到了基伊拉,蘇羅說,他盡了有門有山的城,困閉在裡頭, 這是神將他交在我手裡了。 於是蘇羅招聚中文,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圍困大衛和跟隨他的人。 大衛知道蘇羅設計謀害他,就對祭司亞比亞他說,將以忽德那過來。 大衛託告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聽真了蘇羅要往基伊拉來,為我的願故滅成。 基伊拉人將我交在蘇羅手裡不交,蘇羅照著你仆人所聽的話下來不下來,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華說,蘇羅必下來。 大衛又說,基伊拉人將我和跟隨我的人,交在蘇羅手裡不交,耶和華說,必交出來。 大衛和跟隨他的,約有六百人,就起來出了基伊拉,往他們所能往的地方去。 有人告訴蘇羅,大衛離開基伊拉逃走,於是基伊拉不出來了。 大衛住在曠野的山寨裡,尚在西佛曠野的山地。 蘇羅天天尋索大衛,神給不將大衛交在他手裡。 大衛知道蘇羅出來尋索他的命,那時他住在西佛曠野的樹林裡。 蘇羅的兒子若拿丹起身,往那樹林裡去見大衛,使他以靠神得以堅固。 對他說,不要懼怕,我父蘇羅的手,必不加海怨你,你必作以色列的王,我亦作你的在相, 這是我父蘇羅知道了。 於是二人在耶和華面前立約,大衛仍住在樹林裡,若拿丹回家去了。 西佛人上島基比亞見蘇羅,說,大衛得是在我們那裡的樹林裡山寨中, 抗野南邊的哈基拉山寨著魔。 王啊,請你隨你的心願下來,我們必親自將他交在王的手裡。 蘇羅說,願耶和華賜福與你們,因你們故需我。 請你們回去,再確實查明他的住處和行中,是誰看見他在那裡,因為我聽見人說他甚狡猾。 所以要看准他重溺的地方,回來據實地告訴我,我就與你們同去,他若在猶大的境內,我必從千門萬湖中搜出他來。 西佛人就起身,在蘇羅以先往西佛去,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卻在馬雲礦野南邊的阿拉巴。 蘇羅和跟隨他的人去尋找大衛。 有人告訴大衛,他就下到盤石,住在馬雲礦野。 蘇羅聽見,便在馬雲礦野追趕大衛。 蘇羅在山這邊走,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在山那邊走,大衛急忙躲避蘇羅,因為蘇羅和跟隨他的人,四面圍著大衛和跟隨他的人,要罵他們。 乎有事者來報告蘇羅,說,非利是人反境搶掠,請往快快會去。 於是蘇羅不追趕大衛,會去攻打非利是人。 因此那地方名叫西拉哈馬希羅傑。 大衛從那裡上去,住在隱基底的山寨雷。 第24章 蘇羅追趕非利是人回來,有人告訴他,大衛在隱基底的曠野。 蘇羅就從以色列人中挑選三千精兵,率領他明往野陽的盤石去,沉索大衛和跟隨他的人。 到了老旁的陽圈,在那裡有動,蘇羅進去大解。 大衛和跟隨他的人正常在動裡的深處。 跟隨的人對大衛說,耶和華曾應許你說,我要將你的仇敵交在你手裡,你可以任意待他。 如今時後到了,大衛就起來,悄悄的葛夏蘇羅外婆的依甘。 隨後大衛心中自責,因葛夏蘇羅的依甘。 對跟隨他的人說,我的主,乃是耶和華的受高者,我在耶和華面前晚不敢身手害他,因他是耶和華的受高者。 大衛用這話攔著跟隨他的人,不用他們起來害蘇羅。 蘇羅起來,從洞裡出去行路。 隨後大衛也起來,從洞裡出去。 呼叫蘇羅說,我主,我王。 蘇羅回頭觀看,大衛就屈身臉覆於地下拜。 大衛對蘇羅說,你為何聽信人的殘言,說,大衛想要害你呢? 今日你親眼看見在洞中耶和華將你交在我手裡,有人叫我殺你,我卻愛惜你,說,我不敢身手害我的主,因他是耶和華的受高者。 我父說,看看你外婆的依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依襟,沒有殺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沒有惡意叛逆你,你雖然捏取我的命,我卻沒有得罪你。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是非,在你身上為我生,願!我卻不親手皆害於你。 古人有句俗語說,惡事出於惡人,我卻不親手皆害於你。 以色列王出來要尋找誰呢?追趕誰呢?不過追趕一條死狗,一個吉祖就是了。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施行審判,斷定是非,並且監察,為我生,願!救我脫離你的手。 大衛向蘇羅說完者說,蘇羅說,我而大衛,這是你的聲音咩,就放聲大哭。 對大衛說,你給我公義,因為你以善待我,我卻以惡待你。 你今日顯明是以善待我,因為耶和華將我交在你手裡,你卻沒有殺我。 人若如見仇的,豈肯放他平安無事的虛呢? 願耶和華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報你。 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國,必堅立在你手裡。 現在你要指作耶和華向我起誓,不展除我的後裔,在我父家不滅活我的名。 於是大衛向蘇羅起誓,蘇羅就回家去,大衛和跟隨他的人,上山債去了。 薩母爾記上 第25章 薩母爾死了,以色列眾人聚集,為他哀哭,將他葬在拉馬,他自己的墳墓裡。 墳墓原民作房屋,大衛起身,下到巴蘭的曠野。 在馬雲有一個人,他的產業在加密,是一個大婦戶,有三千綿羊,一千山羊,他正在加密展樣帽。 那人名叫那伯,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阿比戴,是聰明俊美的婦人,那伯為人光逼凶惡。 大衛在曠野聽見說那伯展樣帽。大衛就打發十個伯人,吩咐他們,說,你們想加密去,見那伯,提我的命問他安。 要對那伯會如此說,願你平安,願你家平安,願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 現在我聽說有人為你展樣帽,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時候,和我們在一處,我們沒有欺負他們,他們也未曾失落什麼。 可以問你的牧人,他們必告訴你,所以願我的牧人在你眼前夢恩,因為是在好日子來的,求你隨手取點此與牧人,和你兒子大衛。 大衛的牧人到了,將這話題大衛的名都告訴了那伯,就煮了口。 那伯回答大衛的牧人說,大衛是誰,夜西的兒子是誰,更來撥役主人奔徒的牧人甚多。 我喜可將飲食,和為我展揚無人所在的肉,給我不知道從哪裏來的人呢? 大衛的牧人就轉身,從沿路回去,照這話告訴大衛。 大衛向跟隨他的人說,你們各人都要帶上刀。 眾人就都帶上刀,大衛也帶上刀,跟隨大衛上去的約有四百人,留下二百人看守器具。 有那伯的一個牧人告訴那伯的妻亞比該說,大衛從曠野打發洩者來問我主人的安,主人給欲罵他們。 但是那些人待我們甚好,我們在田野與他們來往的時候,沒有受他們的欺負,也未曾失落什麼。 我們在他們那裡牧羊的時候,他們就夜作我們的保障。 所以你當臭話,看怎樣行才好,不然,和幻定要臨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恐怖,無人敢與他說話。 雅比該急忙將二百餅,兩皮袋酒,五隻收拾好了的羊。 吾細雅控好了的水紙,一百葡萄餅,二百無花果餅,都妥在爐上。 對伯人說,你們前頭走,我隨著你們去,這時他卻沒有告訴丈夫那伯。 雅比該騎著爐,正下山坡,見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從對面下來,雅比該就迎接他們。 大衛曾說,我在曠野為哪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樣不失落,實在是徒然了,他向我以惡布善。 泛熟那伯的南丁,我若留一個到明日早晨,願。 神寵總幹佛與我。 雅比該見大衛,便急望下路,在大衛面前念復於地,求拜。 復復在大衛的德前,說,我主呀,願者罪歸我,求你容婢女向你進言,更求你聽婢女的話。 我主不叫你借壞人拿伯,他的性情與他的名相情,他名叫拿伯,就是如雲的意思,他為人果然如雲。 但我主所打法的伯人,婢女並沒有看見。 我主呀,耶和華既然阻止你親手報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執著永生的耶和華,有敢在你面前起誓,說,願你的仇的,和謀害你的人,都正那伯一樣。 如今求你將婢女送來的禮物,給跟隨你的仇人。求你搖述婢女的罪過,耶和華必為我主建立堅固的家,因我主為耶和華爭戰,並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麼過來。 須有人起來追逼你,沉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卻在耶和華你的神那裡蒙保護,如包裹補器一樣,你守敵的性命,耶和華必拋去,如用機嫌垃石一樣。 我主現在若不親手報仇,流無故人的血,到了耶和華爭所應許你的話似福於你,立你作以色列的王,那時我主必不自心裡不安,覺得良心有虧。 耶和華似福於我主的時候,求你紀念婢女。 見上節 大衛對阿比該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聽眾的,因他今日使你來迎接我。 你和你的見識也當稱讚,因爲你今日難阻我親手報仇,流人的血。 我指著助指我皆害於你的耶和華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來迎接我,到明日早晨,飯熟那伯的南丁,必定不留一個。 大衛受了阿比該送來的禮物,就對他說,我聽了你的話,準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 阿比該到那伯那裡,見他在家裡設擺賢席,如同王的賢席,那伯快樂大聚,阿比該無論大小事,都沒有告訴他,就等到此日早晨。 到了早晨,那伯醒了走,他的妻將這些事都告訴他,他就魂不負體,新疆與石頭一般。 過了十天,耶和華激打那伯,他就死了。 大衛聽見那伯死了,就說,應當聽眾耶和華,因他生了那伯羞辱我的緣, 又阻止伯人行戶,也使那伯的戶歸到那伯的頭上。 於是大衛打法人去,與阿比該說,要娶他為妻。 大衛的伯人到了家密見阿比該,對他說,大衛打法我們來見你,想要娶你為妻。 阿比該就起來,苦伏在地,說,我情願作彼女,使我主伯人的腳。 阿比該立刻起身,騎上路,帶著五個屎女,跟從大衛的使者去了,就作了大衛的妻。 大衛先取了耶斯烈人阿欺聯,他們二人都作了他的妻。 蘇羅以將他的女兒米甲,就是大衛的妻,吸了加林人, 拉奕的兒子帕提為妻。薩母爾記上。 第26章 西佛人到基比亞見蘇羅,說,大衛不是在曠野前的哈基拉山蟲著魔。 蘇羅就起身,帶領以色列人中挑選的三千精兵,下到西佛的曠野,要在哪裏尋索大衛。 蘇羅在曠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迎。 大衛住在曠野,聽說蘇羅到曠野來追尋他。 就打法人去探庭,便知道蘇羅果然來到。 大衛起來,到蘇羅安迎的地方,看見蘇羅和他的元帥尼爾的兒子壓尼爾歲我之處, 蘇羅水在之重營裡,百姓安迎在他周圍。 大衛對黑人亞希米勒,和洗腦亞的兒子約亞的兄弟亞比西說, 誰同我下到蘇羅營裡去,亞比西說,我同你下去。 於是大衛和亞比西夜間倒了百姓那裏,見蘇羅水在之重營裡,他的槍在頭旁,插在地上, 押你以和百姓水在他周圍。 亞比西對大衛說,現在神將你的仇敵交在你手裡,求你用我拿槍將他刺透在地,一刺就成,不用再刺。 大衛對亞比西說,不可害死他,有誰身手害野和華的受高者而無罪呢? 大衛又說,我只著永生的野和華起勢,他或被野和華擊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戰陣亡。 我在野和華面前,萬不敢伸手害野和華的受高者,現在你可以將他頭旁的槍和水瓶拿來,我們就走。 大衛從掃羅的頭旁,拿了槍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沒有人看見,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醒起,都睡著了,因為野和華使他們沉沉的睡了。 大衛過到哪邊去,遠遠的站在山頂上,與他們相理甚遠。 大衛呼叫百姓,和尼爾的兒子亞尼爾,說,亞尼爾呀,你為何不得應呢?亞尼爾說,你是誰,竟敢呼叫王呢? 大衛對亞尼爾說,你不是個勇士嗎?以色列中誰能給你呢?民中有人進來要害死王你的主,你為何沒有保護王你的主呢? 你這樣是不好的,我只著永生的野和華起誓,你們都是該死的,因為沒有保護你們的主,就是野和華的受高者,現在你看看王頭旁的槍和水瓶在哪裏? 蘇羅聽出是大衛的聲音,就說,我而大衛,這是你的聲音嗎?大衛說,主我的王呀,是我的聲音。 又說,我作了什麽,我手裡有什麽惡事,我主竟追趕伯仁呢?求我主我王聽伯仁的話,若是野和華激發你攻擊我,願野和華收納祭物,若是人激發你, 願他在野和華面前受咒作,因為他現今趕逐我,不容我在野和華的產業想有份,說,你去是奉別神吧? 現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流在你野和華縣的地方,以色列王出來,使尋找一個吉祖,如同人在山上獵取一個者姑一般。 蘇羅說,我有罪了,我而大衛,你可以回來,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為寶貴,我必不再加害於你,我是活途人,大大錯了。 大衛說,王的窗在者裡,可以吩咐一個伯仁過來那去。 今日野和華將王交在我手裡,我卻不肯伸手害野和華的受高者,野和華必照各人的公義誠實報應他。 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願耶和華也重看我的性命,並且請救我脫離一切患難。 蘇羅對大衛說,我而大衛,願你得福,你必作大事,也必得勝。 於是大衛起行,蘇羅回他的本處去了。 撒母耳記上。 第27章 大衛心裡說,必有一日我死在蘇羅手裡,不予逃奔非利是地去。 蘇羅見我不再以色列的境內,就必絕望,不再沉索我,這樣我可以脫離他的手。 於是大衛起身,和跟隨他的六百人,投奔加達皇馬我的兒子阿吉去了。 大衛和他的兩個妻,就是耶斯列人阿希聯,和作過那八妻的加密人阿比該,並跟隨他的人,連各人的縣屬,都住在加達阿吉那裡。 有人告訴蘇羅,說,大衛逃奔加達,蘇羅就不再沉索他了。 大衛對阿吉說,我若在你眼前夢恩,求你在京外的城一中,似我一個地方居住,伯仁何必與王同住京都呢? 當日阿吉將洗教拉賜給他,因此洗教拉屬由大王,直到今日。 大衛在非利是地處了一年零四個月。 大衛和跟隨他的人上去,侵奪基術人、基色人、亞馬力人之地, 這幾族歷內住在那地,從書以直到埃及。 大衛擊殺那地的人,無論男女都沒有留下一個,有奪和牛、羊、洛駝、盧、 並衣服,回內見亞吉。 亞吉說,你們今日侵奪了什麼地方呢? 大衛說,侵奪了由大的南方,耶拉滅的南方,基尼的南方。 無論男女,大衛沒有留下一個,大賭加特來。 她說,恐怕他們將我們的事告訴人。 說,大衛住在非利是地的時候,尚常這樣行。 亞吉信了大衛,心裡說,大衛使本族以色列人爭護他, 所以他必永遠作我的仆人了。 撒母爾記上。 第28章 那時非利是人聚集軍旅,要與以色列人打仗。 亞吉對大衛說,你當知道,你或跟隨你的人,都要除我出戰。 大衛對亞吉說,仆人所能作的事,旺必知道。 亞吉對大衛說,這樣,我立你永遠作我的護衛長。 那時薩母爾已經死了,以色列眾人為他哀哭,葬他在拉馬,就是在他本性裡。 蘇羅曾在國內不擁有交跪的和行無術的人。 非利是人聚集,來到書列安營。 蘇羅聚集以色列眾人,在基利波安營。 蘇羅看見非利是的軍女,就懼怕,心中發戰。 蘇羅求問耶和華,耶和華卻不值夢,或霧靈,或先知,回答他。 蘇羅吩咐神伯說,當為我找一個交跪的婦人,我好去問他。 神伯說,在忍多已有一個交跪的婦人。 於是蘇羅改了妝,穿上別的衣服,戴著兩個人,夜裡去見那婦人。 蘇羅說,求你用交跪的法術,將我所告訴你的死人,為我照上來。 神伯說,你知到蘇羅從國中剪除交跪的,和行無術的,你為何陷害我的生命,使我死呢? 蘇羅向婦人指著耶和華起誓,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你必不因此事受刑。 神伯說,我為你照誰上來呢?回答說,為我照薩母耳上來。 神伯看見薩母耳,就大聲呼叫,對蘇羅說,你是蘇羅,為什麽欺凶我呢? 王對婦人說,不要懼怕,你看見了什麽呢? 婦人對蘇羅說,我看見有神從地裡上來。 蘇羅說,她是怎样的形狀?婦人說,有一個老人上來,身穿長衣。 蘇羅知道是撒母爾,就屈身,臉伏於地下拜。 撒母爾對蘇羅說:「你為什麼搞妖我,招我上來呢?」 蘇羅回答說:「我甚困急,因為非你是人攻擊我,神也離開我,不在直先知,惑夢,回答我,因此請你上來,好指示我應當怎樣行?」 撒母爾說:「耶和華已經離開你,邪與你為敵,你可必問我呢?」 耶和華照他直我說的話,已經從你手裡奪去國權,恥與別人,就是大位。 因你沒有聽從耶和華的命令,他魯魯雅馬力人,你沒有滅絕他們,所以今日的耶和華向你這樣行。 並且耶和華必將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你事人的手裡,明日你和你眾指必與我再一處了,耶和華必將以色列的軍兵交在非你事人手裡。 蘇羅猛然跌倒,挺身在地,因撒母爾的話,甚是懼怕,哪一就一夜,沒有吃什麼,就好無氣力。 婦人到蘇羅面前,見她極其驚恐,對她說:「婢女聽從你的話,不顧知自己的生命,遵從你所吩咐的。 現在求你聽婢女的話,用我在你面前擺上一點食物,你吃了,可以有氣力行路。 蘇羅不肯,說:「我不吃。」 但她的婦人和婦人,再三勸她,她採聽了她們的話,從地上起來,阻在床上。 婦人急忙將家裡的一隻肥牛獨咀了,又拿麵團成無膠餅,敲了。 擺在蘇羅和她的婦人面前,她們吃完,當夜就起床走了。 薩母爾記上 第29章 菲利士人將她們的軍隊聚到阿芬,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全埔安營。 菲利士人的首領,各須軍隊,或伯、或千、埃茲前進,大衛或跟隨她的人,同著阿芬,跟在後邊。 菲利士人的首領說:「這些希伯來人在這裏作什麽呢?」 阿芬對她們說:「這不是以色列王素羅的神子大衛摩,他在我這裏有些年日了。」 自從她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見她有過錯。 菲利士人的首領,向阿吉法路,對她說:「你要叫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與我們出戰,恐怕他在陣上反為我們的敵人。 他用什麽與他主人復和呢?豈不是用我們這些人的首級嗎?」 從前以色列的婦女跳舞唱和,說:「蘇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所說的不是這個大衛摩。 阿吉叫大衛來,對她說:「我只著永生的夜和華起世,你是正直人,你隨我在軍中出入,我看你甚好。 自從你投降我到如今,我未曾見你有什麽過失,只是眾手領得起悅你。現在你可以平平安安的會去,免得非你是人的首領不歡喜你。 大衛對阿吉說:「我作了什麼呢?自從僕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麽過錯,使我不去攻擊主我王的仇敵呢?」 大衛對阿吉說:「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事者一般,只是非你是人的首領說,這人不可與我們出戰。 故此你和跟隨你的人,就是你本主的僕人,要明日早晨起來,等到天亮回去吧。」 於是大衛和跟隨他的人早晨起來,回往非利時地去。 非利時人也想耶斯烈去了,第三日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到了洗甲拉,亞馬力人已侵奪南地,攻破洗甲拉,用火焚燒。 老了城內的婦女,或其中的大小人口,卻沒有殺一個,都帶著走了。 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到了那城,不了,城已燒毀,他們的妻子而女,都被拿去了。 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就放聲大哭,直哭得沒有氣力。 大衛的兩個妻,耶斯烈人亞希聯,和作過那八妻的加密人亞比該,也被拿去了。 大衛甚是焦急,因眾人為自己的兒女苦惱,說,要用石頭打死他,大衛卻以靠耶和華他的神,心裡堅固。 大衛對亞希米拉的兒子祭司亞比亞他,說,請你將以弗德納過來,亞比亞他就將以弗德納到大衛面前。 大衛求問耶和華說,我追趕敵軍,追得想,追不想呢? 耶和華說,你可以追,必追得想,都救得回來。 於是,大衛和跟隨他的六百人來到比索溪,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裏。 大衛卻帶著四百人,往前追趕,有二百人疲乏,不能過比索溪,所以留在那裏。 這四百人在田野遇見一個埃及人,就帶他到大衛面前,吸他餅吃,吸他水喝。 又吸他一塊無花果餅,兩個葡萄餅,他吃了,就精神復原,因為他三日三夜沒有吃餅,沒有喝水。 大衛問他說,你是屬誰的,你是哪裏的人,他回答說,我是埃及的少年人,是亞馬力人的老伯,因我三日前患病,我主人就把我撇棄了。 我們侵奪了基利提的南方,我屬由大的地,並加勒地的南方,又用火燒了洗格拉。 大衛問他說,你肯領我們到敵軍那裏不肯,他回答說,你要向我指著神起誓,不殺我,也不將我交在我主人手裏,我就領你想到敵軍那裏。 那人領大衛下去,見他們山在地上,吃喝跳舞,因爲從非利是地和有大地所老來的財物甚多。 大衛從黎明直到次日晚上,擊殺他們,除了四百騎落陀的少年人之外,沒有一個逃脫的。 阿馬力人所老去的財物,大衛全都奪回,並救回他的兩個妻來。 凡阿馬力人所老去的,無論大小、兒女、財物,大衛都奪回來,沒有失落一個。 大衛所奪來的牛群洋群,跟隨他的人趕在原有的群束前邊,說,這是大衛的略物。 大衛到了哪皮佛不能跟隨,留在比疏溪的二百人哪裏,他們出來迎接大衛,並跟隨的人,大衛前來問他們安。 跟隨大衛人中的惡人和匪女說,這些人既然沒有和我們同去,我們所奪的財物就不分給他們,只將他們各人的妻子而女給他們,使他們帶去就事了。 大衛說,弟兄們,耶和華所賜給我們的,不可不分給他們,因爲他保佑我們,將那攻擊我們的敵軍交在我們手裏。 這是誰肯依從你們呢,上陣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應當大家平分。 大衛定此為意識裏的律例典章,從哪日直到今日。 大衛到了世教拉,從略物中取舍送給他朋友有大的長老,說, 這是從耶和華仇的那女奪來的,送你們為禮物。 他送禮物給住巴特利的、南地拉末的、雅提爾的。 住亞內爾的、釋末的、以實提莫的。 住拉哈勒的、耶拉滅各成的、基尼各成的。 住可爾瑪的、哥拉山的、阿塔的。 住希伯倫的、並大衛獲根除他的人數來所到之處的人。 薩母爾記上 第31章 非理事人與以色列人爭戰,以色列人在非理事人面前逃跑,在基里坡有被殺撲倒的。 非理事人緊追蘇羅和他兒子們,就殺了蘇羅的兒子約拿丹、雅比拿達、麥基書雅。 世派甚大,蘇羅被弓箭手追上,射傷甚重。 就吩咐那他兵器的人說,你白出刀來,將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過禮的人來刺我,凌辱我。 但那兵器的人甚懼怕,不肯斥他,蘇羅就自己復在都尚死了。 那兵器的人見蘇羅已死,也復在都尚死了。 這樣,蘇羅和他三個兒子,軟那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隨他的人,都一同死亡。 住平軟那邊並約但河西的以色列人,見以色列軍兵逃跑,蘇羅和他兒子都死了,也就棄成逃跑,非理事人便來住在其中。 此日非理事人來摩那被殺之人的衣服,看見蘇羅和他三個兒子撲倒在基里波山。 就割下他的首級,摸了他的軍裝,打發人到非理事地的四景,到或作頌道,報信於他們妙女的偶像,和眾文。 又將蘇羅的軍裝放在雅斯他六廟裡,將他的屍身釘在白山的城牆上。 基列雅比的居民聽見非理事人向蘇羅所行的事,他們中間所有的勇士就起來,走了一夜,將蘇羅和他兒子的屍身從白山城牆上取下來,送到雅比那類,用火燒了。 將他們鞋骨裝在雅比的瑞絲柳樹下,就禁食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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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